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业大典第三季的半决赛 晋级半决赛的五支战队分别要和他们的寻乐人一起上台表演 那么五支战队将按照抽签的顺序依次上场表演 竞演的成绩排名末位的战队将止步于国业大典第三季的舞台 另外四支战队将直接晋级到国业大典的总决赛 而他们的竞演成绩将由赛场的两百位赏乐人来打分决定 每一位赏乐人只拥有一票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有请第一支竞演战队 棒棒糖战队和他们的带队寻乐人唐俊桥老师 他们的竞演曲目是天地有正气 从一个比赛来讲的话 第一个必然是不占优势的 关心就是这个场子还没有热起来 观众对我们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熟知 我们一定要选择一首能够代表整个我们国业大典所有团队经纪神的作品 成为第一个出场 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 然后当时我脑子里直接蹦出来就是三个字货源家 哎呦这核心能量 这个真好 中华武术 这个强调是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 代表中国的这种功夫 代表中国这种精神 就是很有正能量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我在跟他们排练的过程当中 简直就是可以用幸福的癫狂来形容 你跟他讲这个技术 我需要这个这样的训练那样去表达 他马上能够做出来的时候 你那种兴奋 你就后面跟上去 马上把他们抱紧 有没有什么样 可以 炫鸡大牛就在这儿了 太爽了 我们在私底下排练的时候 其实只是在音乐上我们觉得做得还不错 但是在舞台情绪表演这方面 还没有达到一个本身的制高点 但是唐老师一来 他的那个旋律一响起来 我们整个人就点燃了 所以才能发挥出我觉得舞台这种 特别闪光的效果 唐老师带领我们排练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次都是到达了一个比较 癫狂的状态 就每次排练我的衣服都是湿透的 五进四问我有没有信心 我们是冠军校 当然有细心 当然有细心 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眼泛 我们是冠军ras 我们是冠军 jump 我们是冠军我们的造型 我们在我们的帮助 我们是冠军军 do 我们是冠军在这个孔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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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úsica música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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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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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出你 雪月泪溜水 前程啊 你 最近 我擒 我會 你 忘記了 你 笑得 我 想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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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个最后一段厉害了 很帅 恭喜棒棒糖战队 还有糖老师精彩的表演 好 现在事不宜迟 直接进入到现场的200位赏阅人的投票环节 现在投票开始 天地有正气 天地有正气 我今天觉得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们的演出实在是让我太满意了 我觉得第一个出场是非常难的 但是我们都顶住了压力 我觉得我很满意 投票的结果已经被锁定 在公布结果之前 我想请问各位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作品好不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首天地有正气 是因为我们之前进演了很多其他类的作品 有情景的 有大家喜闻乐见的 这次我们就特别希望有一种正气 中国文化 这种自豪感 英雄主义 对 英雄主义 我们也感受到了 大家在舞台上除了演奏的非常上下翻飞的 让人木木挟接的技术以外 还有很多武术的段落在里面 应该下了不少功夫吧 这个双结棍这个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对 然后这次呢就是说是唐老师说龙盟你一定要去练一下 你玩肯定特别帅 然后我就冲着这个帅我就努力练了 帅不帅 帅不帅 谢谢谢谢大家 然后这个双结棍呢我也小小的用了一下 在后面打鼓的时候 对对对 用双结棍打鼓 你现在是全宇宙第一人 对对对对 在国内大典上也是第一次 我觉得你们的作品呈现得非常早 所以才有后面的很多身段 宇宙弹鼓针射箭第一人 我老师我是非常有高标准的 我刚开始是考察他的 我觉得玉博如果说只是还是能射 但他准头差一点我都不用了 从排练到今天 我印象当中全在实环上 我们不是为了射箭是为摆样子 给你们看我们有这个 不是 这个箭最后是那一声响罗 是用箭来表达的 这个箭很好 那各位乐手跟唐老师合作 有什么压力没有 我知道唐老师每次好像排练顺利的情况下 都会让大家吃香的喝辣的 那要排的不顺利的话 更请 为什么要鼓励他们 要告诉他们你行 从这个专业的技巧来说 唐老师对我们 就是一点这个失误都不能有 但是在排练的时候 我们刚拿到这个作品 有些小的瑕疵的时候 我觉得唐老师会不会 这就开始要严厉的批评我们了 他不是 他反而是 他说你是最棒的 他这个话 其实很温暖 没错 因为唐老师本身是一个特别真性情 有热情的老师 所以他特别容易就点燃了我们本身的激情 所以才能发挥出我觉得舞台这种特别闪光的效果 看着很过瘾 听着很过瘾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失态 这个中间后面有一段那个 小城里 我看您跟那个众元都是带着头 是谁唱的 是我唱的 哎呀可以 怎么会有这种 选手的那种感觉 戏剧真是明月的这个发源的一部分 是的 但是呢 我拿这些 就是学戏曲也好啊 什么也好 都是为了充实我的 主题的演奏艺术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学了你这件乐器之后 一定要靠你的文化知识 你的其他的方面的知识来给你给养 那么戏曲对于中国名月非常重要 今天我个人看上听上去觉得罗蒙是最出彩的 因为我没想到罗蒙会吹齿吧 而且没想到吹得那么好 这首作品改编的气质 特别适合吃法来吃的 毫无违和感 包括最后因为是跟师太两个笛子在 对 两个和声 没有那种你真我强那种感觉 师太是吹长线条的 你在吹那种快速的爬音的Riff 那个loop在那里 就特别和心 罗蒙今天让我特别刮目相看 谢谢霍老师 要遗憾的就是 就与盛的戏份 存在感稍微弱了一点点 但这个不是缺点 因为肯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很平衡 都很出彩 因为是我个人的私心 觉得想期待余胜能看到更多骚气的表现 我倒觉得余胜很多的功夫都是下在了 除了演奏以外 还得摆pose 你知道吗 这摆完pose又回来以后 你功词在那个时候 还是还得再拿过来 还要在音乐当中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未必一定在那个节奏里面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也可能可以更细致一点 中国的武士像跟中国的国业是一样的 所有的武术到最后 霍元甲的弥宗前 它是综合了很多的拳术变成自己的 所以我们的国业也需要去做弥宗拳 弥宗弹 弥宗拉 弥宗吹 也是需要有绝强到这一种精神 才能打败天下无敌手 武术也好 音乐也好 都有相得益彰之处 就是传播的那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经典 你们真的对这个舞台付出了你们的所有 祝贺你们 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 帮忙堂战队的赏乐人票数 请看大屏幕 我们会先隐藏十位数 等所有五支战队竞演之后 在一起来揭晓最终的结果 这么玩 我的这些队员们 他们真的是代表了中国 当代青年国乐界的高水平 我认为我们组员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就是第一 不敌 不敌 恭喜帮忙堂战队 他们得到的赏乐人票数是100 X3票 你觉得这个十位数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9 183 193 193吧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9 从前几轮的竞演看来 第一个出场的都不是很划算 国约大典三经过了那么多轮的竞演 留下来的都是精英 所以这样我看来 就是应该就是在9 起码是9 打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三脚猫战队和他们的带队寻乐人陈军老师上场表演 他们的竞演曲目是普通的歌谣 我觉得我们的团婚是有章法的出其不意 把他出其不意 把他出其不意 听一下吗 这一轮要开始把第一次扣给他玩鬼了 我觉得可以 80年代的莫妮卡90年代的护华诗者 那2000年以后的普通迪斯科 其实创意就是一开始陈老师喝着茶看个报纸 然后听着音乐 然后呢就被我们的这个普通迪斯科带入到了 他的这个青春年华的回忆当中 然后呢加入我们 我们在和陈老师经历了八九十年代迪斯科的这个变迁之后呢 又演化出了我们四个人一起 奏普通迪斯科 整个呢就是穿越回到过去 又穿越回到现在的这么一个过程 把观众带回到曾经的那个年代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注意了啊大家 这个冠军队的像是越来越露出来了啊 我觉得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结于给这些孩子 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乐不懈的努力 都是很让人钦佩的一件事情 还得跟我们一起跳啊 我还挺期待的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程老师 我们还问了妙妙问妙妙有没有看过程老师跳舞 从来没有过 今天的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播放完了 待会今天的收看 再见 聆听盛世国乐奏响青春乐章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创新性 中国经典音乐经典节目 国乐大典第三季 一 二 三 美国大典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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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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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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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下了吧 挺好的 我们闲言少叙 直接进入现场 200位赏阅人的投票环节 因为我们把我们想做的 想表达的 都做得很清楚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至少我们做了 这首作品改编 包括创作的过程当中 你们都加入了什么想法呢 我们在当初选曲的时候 也考虑过一些这些方面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们作为国乐的新生代 作为我们的国乐新力量 其实需要思考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国乐 到现在给大家的印象 依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 一个东西 而不是一个流行化的东西 所以我们选择了 从80年代到现在 最流行 最让大家能跳起来的 一个曲风 就是Disco 所以这个作品呢 其实是我们想探讨 如何把我们的明月 重新让它成为我们的流行音乐 让明月成为和现代 当下的生活 距离更近的 可以直输胸易 影响我们的这种表达 代表我们的表情 对 其实我们在改编 这首曲目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让陈军老师 加入到我们 把三角猫变成四角兽 而不是只是我们 多加了一个乐器 或者是多来了一位导师 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整体的 我们之前尝试过摇滚 尝试过赛博朋克 那这一期呢 我们就想尝试一个 和陈军老师 本来形象截然不同的Disco 结果陈军老师 郑重下怀 您今天真的是完全放开了 我觉得有一句话叫 细精附体这张说 尤其一上来以后 就那个老同志 就像本色表演的感觉 您就是对这个发型 觉得完全hold得住 发型是这样的 发型昨天他们给了我 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 然后是他们给您做的选择 是吗 我们这个战队 这个节目吧 从头到尾 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我呢给过意见 但是呢没太别采纳 没被采纳 对对对 但是呢我觉得 他们呢给了我很多 我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 孩子们无论选择什么 我要做的就是配合 就是努力做到 让他们的想法 可能在我的身上实现的时候呢 不违和 但我觉得真的没有违和感 所以我非常感激 我的这支三角毛的战队 他们呢为我 我原了一个青春之梦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是发自内心的 佩服几位学院人 对这个一个 看似就是一个音乐作品 又赋予他那么多人物的想象 陈老师 你的发型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吧好吧 待会我把帽子 先你戴一下 你也会很帅的 您给我留着 陈君你今天的裤子不对 喇叭哭 对要跟我们一样 这是时代和那个区别区别 今天我感觉到他们这个 也是 全部把自己的能量全调动起来 感觉是拼了 尤其向迪加剑特别好 为什么 加剑它就有点萨克斯风的感觉 对 尤其过期的那些迪斯科 全是萨克斯风那种哑哑的声音 我们这次使用中英加剑索那就是想让他去模仿萨克斯的感觉 索那加剑这个工作其实是我父亲 他本人和另外一位演奏家叫刘凤彤 他们两位在50年代发明的这个乐器 应该说借鉴了西洋的管乐器黑管长笛它的剑字的方法 然后用到这个部分 其实中英加剑索那主要是运用于那个民族乐团当中作为一个中低音声部这么一个作用 其实很少有人将他搬上独奏的舞台 让他去演奏一大段的solo这样其实很少 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非常感谢吴童老师 其实在我们排练的时候 吴老师专门给我上了一节专业课 只探讨交流而已 谢谢 我就觉得你们是不走寻常路的一个乐队 特别天马行空特别好 对是 然后就是整个这个曲子这个感觉 其实跟上一期啊 有一曲同工之妙 以前是未来的东西 然后这一次又回溯到了复古的弄潮 我觉得你们太适合走时髦路线了 唯一我觉得会更好的是 就是整个曲子因为它是一个很动感的嘛 从头到尾一气合成很过瘾 如果中间突然来一个flow 一个旋停 然后什么都空掉 然后如墨又拿起二胡 跟陈军老师那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你们对标一段 来一段battle那种感觉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我跟真正的这个看法基本相同 我觉得稍微辨识度低了一点的呢 就是这个墨韵 你的就是表现的东西稍微偏少了一些 墨韵啊 心思非常缜密 这个节目它怎么闹怎么闹 其实早就想好了 我们整个团队包括从上一期的所有的想法 包括现在的所有的想法 我们的爆炸头 还有我们的溜冰鞋 全都是墨韵给我们提供的思路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点上呢 我觉得这一批年轻人 他们所做的一切 我虽然在旁边作为一个导师 我在指导他们的感觉 但是呢 其实我偷偷的呢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好 话不多说 接下来让我们来公布 三角猫战队的赏阅人票数 请看大屏幕 对我们三角猫今天的演出非常的满意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至少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尝试 三角猫战队获得的赏阅人票数是100X0票 还想请陈军老师猜测一下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 他们已经打了10分了 但在这里边 他是8分的10分 还是9分的10分 还是7分的10分 其实都不重要 他都是实环 他都已经命中了 他们在这个舞台 想要命中的那一个点 让他们这一路走来 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分数不重要 没错 他在我们心目中 已经是满分 满分 谢谢 谢谢陈军老师 接下来有请真漂亮战队和他们的带队巡悦人方锦龙老师上场表演 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敬言曲目是《美丽的神话》 有请 我们战队现在最显而易见的优势 其实就是我们是人最多的一个作者 所以说在这个配器上呢 我们会更加丰富一些 乐器这一块 咱就是乐器匠 这次好好的玩一些 大家没见过乐器 因为我说实在的 我最厉害的就是不靠谱 不靠谱 他们怎么玩我怎么跟 老师就发起来 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终于能跟方炯王室可以同台演出 我们要演好 然后把这个气势 要拿出来 咱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没有一天人去船的 妙妙24号晚上走台的时候能来 方老师25号来 我们其实说实话是人特别多 我们六个人 每个人你想把心理的这个速度 特别齐的去给他演奏出来 这是一件特别难的事 所以目前我最最担心的就是 会不会因为彩排是人不急 最后在舞台上有一些披露输录之类的 我们内心还是比较担忧的 我们下集完的时间 我们下集完的时间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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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冠军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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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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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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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